请问您 审判长 南州市公安局 在依法对卢元朝的住所 进行搜查的时候 当场起获犯罪用具 就无可辩驳地证明 卢元朝接受外国情报机关的指使 并且进行犯罪活动的事实 所以我建议法庭出示有关证据 来加以确认 这是物证 这真是 真是 我的秀天啊 哎呀就是啊 这里这里这么多再了 这还挺好说的 就是 这有大主的真是的 大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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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 好 时间不长 你等我一下吧 好的 被告人卢元朝 法庭昨天出示了 在你家里搜出的犯罪用具 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在预审的时候就说过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有人在陷害我 沈门长 被告人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 却一味狡辩 拒不认罪 我建议法庭继续传唤有关证人 出庭作证 传证人施济洪出庭 证人 请通报你的姓名和职业 施济洪 南州市歌舞团演员 根据法律规定 证人在法庭上应当如实提供证言 有一座伪证或藏匿证据的 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听清了吗 听清楚了 证人施济洪 你现在把十六日夜里所见到的情况 如实向法庭提供证言 十六日晚 大概十一点钟 我睡不着觉 有点失眠 我就起来拿安眠药 当我走到窗户跟前的时候 我突然看见 姜一鸣家的窗户是开着的 而且里面没有开灯 我知道姜一鸣那几天不在家里住 家里是没有人的 我当时感觉是姜伯伯走的时候 忘了把窗户关上 可是这时候我突然看见一个人影 从窗户里跳了出来 外面的月光很亮 我看清楚 那个人是卢元潮 施济洪 你在撒谎 那个人不是我 他在撒谎 请保持法庭肃静 请保持法庭肃静 被告人不要打断证人发言 你继续说 是他 就是他 外面的月光很亮 把他脸照得很清楚 而且他的眼镜在月光下 是一闪一闪的 他穿了一件浅色的衣服 我看得很清楚 是他 就是他 正人 被告跳出窗户后 怎么样 他关好窗户 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当时很害怕 心慌意乱 我没有看见他是怎么跑掉的 我当时 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以为是幻觉 还一直把他往好处下 可是现在 事实摆在面前 事实是无情的 我不能再自我安慰来欺骗自己了 我要揭发他 他是个特务 他是个伪君子 证人 关于你看见卢元朝 从江一鸣家中 跳出来这件事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我把我知道的都讲了 公诉人 还有什么要问证人的吗 没有 辩护人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辩护人要求向证人提一个问题 证人 十一月十六日夜间 你看见有人 从江一鸣家中出来的话 你的房间里开着灯吗 没有啊 江一鸣家有灯吗 我刚才都讲了 在你家和江一鸣家之间 有路灯吗 这你不都知道吗 请证人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 既然没有任何路灯 你怎么能肯定跳窗人 就一定是被告呢 外面的月光很亮 把他的脸照得很清楚 辩护人的问题问完了 证人施济红 退庭 法庭又开始宣判了 法庭又开始宣判了 他妹妹的脚子向刀走 提问题挺厉害的 被告人 这个是你的吗 好像是我的 你看清楚 究竟是不是 是 是我的 但是那天我没有穿 你看这 好 这 好 法庭调查结束 现在休庭 审判长 人民陪审员 我讲的话是极其短暂的 从庭审调查中 我们所看到的大量人证物证上 足以说明被告人 犯有起诉书中所提出的罪状 被告人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 企图逃脱法律的惩罚 这是徒劳的 被告人接受外国情报机关的任务 出卖祖国 背叛人民 罪行是重大的 后果是严重的 已经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被告人 理应受到国法的严厉惩罚 这是毋庸多言的 在此 我所要提醒 特别提醒法庭注意的是 我国的法律 本来就包含了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精神 被告人 在预审期间 和几天来法庭的调查中 却一直无理抵赖 只有富裕顽抗之心 毫无悔罪改过之意 这说明 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 是巨大的 请法庭量刑时 考虑这一点 予以从众惩处 我的话讲完了 请辩护人陈叔 审判长 人民陈审员 根据法律规定 我受被告人 卢元朝的委托 担任本案的辩护人 在开庭之前 我向人民法院 了解了案情 并仔细阅读和研究了 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 并同被告 进行了几次会见谈话 又在法庭的现场 听了庭审调查 现在 根据事实和法律 我对本案提出的 辩护意见如下 我认为 公诉人在起诉书中 所使用的主要证据 都是虚假的 对被告人的指控 是无法成立的 我的当事人 应当是无罪的 听见了吧 听见了吧 怎么可能呢 我没错 我没错 保持法庭肃静 审判长 人民陈审员 为了论述我的结论 请允许我对本案调查的 所有证据 做一个简明讹要的分析 第一 被告人在案发当天下午 有正当理由去过江一鸣家中 并且在晚上六点半左右离开 而公安局的现场勘查记录 并不能肯定地确认 在被告人的鞋印指纹中 一定有晚上六点半以后留下的 因此 当庭出示的现场勘查记录 只能作为一个间接的证据 并不能作为法律效力 第二 证人段兴玉 在关于被告人的弟弟 十一月十六日夜间 因在停车场值班 而未在家中过夜的证词 只能证明被告人 当晚具有作案时间条件 并不能肯定地得出 他一定作案的结论 这是显然的 第三 现场提供并展示的 所有犯罪用具 虽然是在被告人家中搜出 但并不能排除 他人陷害的可能性 因此 严格地说 也没有独立的证明力 那么 能够维系公诉人指控的 能够把这些不肯定的 或者不自立的因素 连结成一条完整的 那个核心的主要的证据 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证人施济 昨天当庭所做的证言 证人施济 十一月十六日夜间 亲眼看见被告 犯下起诉书中 所指控之罪 尽管这一证言 与其他证词之间 并没有逻辑 和舆论上的混乱 但是 假如这个核心的证据 只不过是一支谎言的话 那么 仅仅依靠这些 先天不足的条件 又怎么能够证明 被告人有罪呢 我想 这个结论是否定的 好 下面让我来做个假设 证人施济 在几次证字中都谈到 在他家与江一鸣家之间 没有路灯 两家当时都没有开灯 而公安局的现场 实际勘察记录 也证明了案发现场 没有任何光照 气象台的证明 也进一步说明了 案发当天 除了黄昏的一场阵雨之外 并没有天数大秦 所有这些证据 似乎都思思入口的自成逻辑 但是 他们忽略了两条 人所共知的天文常识 那就是 天晴未必有月亮 另外一条 天文方面的常识 大概就更不尽了然了 那就是 每逢阴历的二十七 二十八日两天 是绝对没有月亮的 晚上绝对见不到它的情形 十一月十六日夜间 恰恰就是阴历的九月二十七日 整夜没有月亮 我这里有一份 南州市天文馆出去的材料 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实验 即便是在有月亮的情况下 在证人施济洪家 与被害人江一鸣家间隔的地方 也是漆黑如墨 看东西只有隐隐的一个轮廓 毫无疑问 现场所有这些证据 所谓银灰色的登山符 一闪一闪的眼镜 还有被月光照了惨白的脸等等 通通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设计 被告人正是在这样的被告发之后 他的住宅才被公安机关进行搜查的 在这种情况下搜查的物证 在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 又有多少利用的价值呢 我想是毋庸多言的 根据上述事实 起诉书中对被告的指控无法成立 我的当事人卢元朝不应负刑事责任 审判长 人民陪审员 我就要结束对本案的辩护 我最后所要强调的是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 是我国法律的一贯精神 也是人民法院的基本任务之一 我希望本庭对本案的判决 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点 谢谢 好 好 好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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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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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安静 请安静 谢谢 慢点 快 慢点 别走 吴总志 刚才坐车走那位李同志 没什么大碍吧 没什么 可能里面空气不好 头晕 是我们把它扶上车的 谢谢啊 上来 现在由被告人卢元朝 做最后陈叔 审判长 人民陪审员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 天文馆的证明材料念完了 公诉人也说没有要问的了 现在是龙元朝陈叔 事实都明摆着 事实是根据 法律是准绳 请法庭公断吧 老宋 老宋啊 来 喝点热汤 你放哪儿吧 你想着喝啊 一定想着喝啊 现在宣判开始 请大家起立 本厅审查确认 证人施济洪 关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二十二日时左右 目睹卢元朝非法潜入九四妖厂总工程师 将一名住宅的证言虚假 南州市气象台 关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天际情况 证明与本案无关 其余证据均不足以证明 卢元朝犯有间谍罪 因此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被告人卢元朝不应负刑事责任 本法庭根据以上事实 特依法判决如下 判决被告人卢元朝无罪当庭释放 卢元朝无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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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好 萌萌 什么事 我想和你谈谈 你是回学校吗 谈什么 我现在没有时间 我回头到学校去找你吧 你既然知道自己没有时间 那还找我干什么 萌萌 萌萌 你的辩护词真的特别精彩 祝贺你啊 谢谢 你下午有时间吗 咱们出去走走吧 好吗 嗯 对这个证据的疏忽 我们检察院也是有责任的 不过他这也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我们是要 没关系 柯里的侦察员 接着说 我们一定会追究他的诬告责任的 我看你们检察院能不能不采取什么措施 这个案子显然不是个普通的诬告伪证问题 在进入盗窃县场的四个人当中 如果江一鸣 杜魏东 卢元朝 他们三个都排除了嫌疑 案犯是谁就不言自明了 那好 这里由你们先侦察清楚再说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好 那我谢谢你了 不谢 再见 再见 这边啊 当初你说过 是我太主官 我错了 是 萌萌了 刚才你在法庭上的辩护真是太精彩了 征服了所有在场的人啊 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 萌萌 难道你就不懂我的心吗 不要说了 说出来大家都会尴尬 萌萌 我只想一个人走走 好吗 下午一点整 接五处通知上烧 一点十五分 到达指定几点手扣 两点三十五分 真空对象独自一人 从南州市歌舞团侧门出来 随身携带女士皮包一个 针控对象乘五路公共汽车 到东风路 下车后 他在路边打公用电话 大爷 打个电话啊 你好 小姐 帮我转一下八零六八 大爷 给您钱啊 谢谢啊 两点五十七分 真空对象走进幸福商场 丢烧失控 下午五点 真空对象出现并进入红旗剧场 从广告牌的演出人员名单上看 对象可能是参加今晚的歌剧 霍郎与小姐的首场演出 这些也真真精彩啊 是啊 走 8068 你是说施季红现在手里 还有你们家的房门钥匙是吗 因为我们俩的关系本来都确定了 后来季红发生了变化 我也忘了把钥匙要回来 谁知道后面发生了那么多事 真没想到西红会这样 你别着急 再看仔细一点 不是这个 就是她 就是她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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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吗 就是她 那天她来过 卢元朝哥俩那天都还没回来 她还是上去了 过去她常来 现在呢 倒是不来了 听我们家那口子说 她爸爸 现在好像是个大官了 怪不得不来了呢 好 谢谢您啊 谢谢您啊 志明 我感觉事情比较明确了 那些东西显然是施济红 用来陷害卢元朝的 你说呢 那她为什么这么做呢 她们分手以后也没什么来往 元朝也没有妨碍她和新认识的商人交往 而且那些特务用具她是怎么得到的 就是 因为她是政法书记的女儿 大家都惯着她 让着她 干嘛这样 那咱们走吧 走吧 8068 8068 电话很短 只说了这四个数字 证明这四个数字至关重要 会不会是一个约定的暗语呢 关键是外线丢烧了 而且一丢就是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 施济红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 我们一概不知道 你说外线那帮人干什么吃的 丢烧是丢烧了 可是人家比咱们辛苦得多 这都几点了 人家现在还在红旗剧场外头守着呢 科长 你说那个8068 会不会是一个电话的分信号呢 对呀 科长 咱们怎么都没想到啊 可是单位很少有这么大的分信号啊 饭店 肯定是饭店 你们想 只有大饭店的号码 才是四位以上 严军 哎 马上查 好 好 九州饭店 8068房间 8068房间 登机部上是威摩克佩尔夫妇 是来旅游的 虹霞大酒店 8068房间 丹妮女 是三天前住进的 瑞士洛桑学院的教师 接待单位是南州北方工业学院 队山饭店 8068房间 市委交集处招待所 8068房间 现在空着 空军干部疗养院 8068房间 现在没住人 南州饭店 8068 是李克公司 住南州办事处的 长租房间 李克公司代表是冯瀚章 两天前 已经去北京出差 等一下 颜军 请你把南州饭店 再重复一下 嗯 南州饭店8068房间 是李克公司 住南州办事处的 长租房间 李克公司代表是冯瀚章 两天前 等等 客长 这个人我好像认识 他是施济红 刚交的那个新男朋友 应该是个港商 施济红肯定是跟他联系 小悠 马上跟外线求他联系 让他们二十四小时 监控施济 是 志明 小路颜军 今天晚上 咱们谁都不要回去了 你们家里没有电话 万一要是行动的话 怕来不及 我估计施济红和冯瀚章 今天晚上肯定会有行动 冯瀚章 是不是真的去了北京 还很难说 有机会 他不认识 他不怕 他不怕 我 眼睛 他不怕 这次 我 都不怕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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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对啊 软溪车厢有一位客人 请您过去坐一坐 是不是市里 哪位领导也在车上啊 我不认识 好 来 就是这里 请吧 我来开门 你们抓我 我爸爸知道吗 坐下 你们抓我 我爸爸到底知不知道啊 回答你的姓名 年龄 和职业 施济洪 二十六岁 南州市歌舞团演员 施济洪 咱们是第二次见面了 是冤家陆窄呀 还是酒见熟朋啊 可以给我杯水吗 我说我给你打开门 我说你不给你打开门 我说你不打开门 你打开门 你问你我说你会好吗 放开门 我说你会好吗 你跟他说你很害怕 我说你很害怕 你真是小孩 你真是小孩 不知这人 并不知不知 你真是小孩 你真是小孩 机会照罢谈的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理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呢 你们这样一弄 我将来怎么上台演出 再说这样对我爸爸的影响也不太好吧 石几红 你在告发卢元朝的前一天下午 到卢元朝家里去干什么了 我没去啊 你没去 不对吧 我们可知道你有他们家的钥匙 是 我是去过 我跟他吹了之后 一直想把留在他家里的东西拿回去 那天我刚好有空 卢元朝当时还在家 他怎么不知道你拿走的是什么东西 你既然和卢元朝已经断绝了关系 那为什么还要趁着他不在家的时候去呢 既然你已经去了 那为什么不把钥匙留下 你在卢家都干了些什么 石几红 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 如果你继续跟我演戏的话 只能耽误你自己 说吧 是冯焊张 是冯焊张逼着我干的 你们可以抓他来问 他就住在南州饭店 8068房间 那我再问你 昨天下午剧团开会 散会以后 你干什么去了 我给他打了电话 然后 我给他打了电话 你去了东风路 用路边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电话 要南州饭店8068房间 但是没有人接你的电话 然后你去了幸福商场 接着你又 还要我再替你说下去吗 石几红 不不不 让我自己说 然后呢 我就到了街星公园去了 那儿有个照相的模型 冯焊张以前跟我说过 如果出了什么事 来不及通知他 就在模型后面贴一块胶布 他就知道了 我昨天打电话找不到他 就在那儿贴了一块伤势止痛膏 再后来五点钟吧 我就去剧场了 晚上参加演出 演出结束我就回家了 什么地方也没去 我真的什么地方也没去 把他带去 外线队这一脱梢真要了我的命了 幸亏那个冯焊张没有在南州 我们马上安排 这个石几红已经把报警信号 贴出去二十四小时了 冯焊张肯定会逃跑 抓 立即抓捕 是 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 你就说你能不能买到机票 行 那我知道了 好了 就这样 阁长 又不行啊 不管行不行 无论如何要坐下午三点的航班去北京 这还有两个多小时了 咱们上哪儿弄机票啊 找小璐吧 他在民航售票处有熟人 小璐 我那熟人哪 现在老跟我打官腔 主要是咱这关系没油水啊 你说人家给咱解决了票 咱们给人家解决什么呀 你就笨 你就不跟人家好好说说啊 拿着这个 给他买条烟 实在不行的话 你们俩就直接上飞机场 找机场公安 让他们送你们上去 咱们三个今晚要坐火车去 火车不要好买 再不行 买条站台票也得上去 没问题 记住了 对了 你们几个吃完了没有 抓紧时间 赶快去进去公园 把那胶布撕下来 那地方我知道 照相管弄的 白天晚上都放在那儿 是个什么才子佳人的 古装模型 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去 最合适 那好 那就让严君去 你们男的 我去 你就算了 抓你时间 想办法解决机票 我认识的人 在不在还不知道呢 都急成什么样了 快办吧 站好了站好了 看着我啊 好好 你看这儿挺有意思的 男的笑一笑啊 笑一笑 好 好 照了 好 师父 多少钱 我们也照一张 两块五一张 哦 好了吗 哦 站好啊 不对啊 你们两个站反了啊 你不知道 站反了来 站反了来 换一下换一下 掉过去一下 是吗 你上这边换个位 站反了 好好好 哎 往前看 对对 往前看啊 看着我啊 是这样吗 好 哎 那位男同事 你笑一笑看着我 看着我 看着我 哎 对对对 哎 好 好嘞 好 好了 好了 谢谢你啊 师傅 不客气 明天取下啊 哎 看什么呢 咱们往回走 哦 哦 走吧 这 我们接到公安局的通知 你们要的房间都安排好了 在那个人的隔壁 需要宾馆保卫配合 请随时指示 好吧 谢谢您啊 行吧 哦 就是这边 哦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 TC 怎么样 北京军的外线盯着他们 风寒章是跑不掉的 趁着人不在 咱们到我们家去吃顿饭行吗 还是别大意 你对北京不是很熟吗 你出去卖点吃的回来就行 要不然这里电话也很方便 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算了吧 我只要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肯定全跑这儿来了 还不影响我们工作啊 行啊 过家门而不入 值得学习啊 卖点吃的吧 我是早就饿了 我也一样 你还别说 我现在特想吃我妈 包的韭菜馅饺子 你不知道可好吃了 刚垮完你 馋丫头 你呀 老师在这儿等着 我出去买点吃的 好 等着吧 好 当心点儿 喝杯茶吧 还能精神精神 谢谢啊 谢谢啊 燕军 你先躺下睡会儿 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挺细心的 挺会关心人的嘛 喝意见得 凭感觉呗 那你让我来 我好 你 叶军 你要是谈恋爱 肯定成功 怎么了 成了 你生气了